好 大家好 我是這套電影的導演 我是錄影唐文貴的麥貝東 麥貢 我是錄影章片中的阿良 我是錄影記者的歐玉儀勝財 我講一講 很多朋友都會問 我們已經有些預知問題 通常問為什麼會選擇拍這個電影 其實這個戲的起源就是來自 因為監製翁子光先生拍了一齣戲叫做《搭氣沉梅》 其實都有很多人扭他拍多一套奇案片 有很多奇案文 所以他就給了很多資料 不如你拍這個 這個很均動 這個案子很破綻迷你 所以他最後 因為他已經拍了一套 他那時候就幫他做事 他就說 阿天 你很想拍自己的電影 他就說 是的 我是的 他就給這個機會 就說 好 你不如就拍這個案子 你對這個案子有沒有知道什麼看法 我本身都 當年應該都很多觀眾 跟我們一樣都是好像高登神探 在那裏跟這個案子一樣 我那時候多大天 都會天天看新聞 對我來說 最吸引的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奇案片 但其實它裏面那個法庭審訊 是真的很緊湊的 是很戲劇性 還有結果都是很 現在看到 都是禁止暗體的 那個真實案件 而另外 這個case 的可解構性 和複雜性 是和其他case 很不一樣 因為它裏面不只是就這樣謀台開命 或者一些誓願 不只是這麼簡單 那件事是很複雜 所以這件事很吸引我去拍這個case 第二件事就是人物 因為 大家也看過訪問的片段 因為這兩個原型人物 這兩個阿東和阿倫的角色的原型人物 都是很吸引 而且它很有一種表演性 對演員來說是很有發揮的空間 特別是這兩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有戲可做 即是有戲演 這兩個角色 當然再發掘的是 其實法庭裏面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 都是一個有戲演的狀態 律師其實都在演一場戲 證人 姐姐 哥 都在演一場戲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給表演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法庭是一個很大的舞台 去給這件事 所以就選了這個題材來拍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關於這個事情 你們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給麥佩東說一下 或者你有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這位演員 這樣呢 有什麼觀眾問我 我可以繼續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他時間 先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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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觀眾問一下 你怎樣揣摩唐文琦這個角色 也會有問的 其實他那個智商是比較大 但是就因為呢 這個圓形的案件呢 其實講唐文琦這個圓形人物呢 其實資料上真的不多 因為最多的資料可以給我做素材呢 就是在最後 我和姐姐在酒店房 答那個記者的問題那段 上網都找得回 就是有一個真實片段 是有一個真實片段 這樣去給我做參考 那我的原點就是 捉住那一段戲 就是真實的人物 還有有一張照片 就是它 少許遮了自己的下巴 一隻眼的照片 我就用這個原點去創造 那我有一個好處的 就是因為 我知道的東西不多 所以很多角色的設定 我都在劇本上 或者我自己發揮 所以給了很大的自由度 去發揮這個角色 所以就可以加了很多演員的創作 在裡面 那我就反過來 就是我找到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我那個 可以發揮的空間 其實都有 很好的 就是有些東西 所以它反過來 又會有好的地方 就是 就是它這個原人物 可以找到的資料比較多 甚至乎你會知道它曾經 去Casting過一個電影 那其實 那三個地 就可以找到資料更多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 一路的進程是怎樣 就是由它這個人 它想自己 夢想自己可以做一個 想出名 去到一個 就是它行空這個階段 裡面它經歷了些什麼 當然我們不會知道它真真實實 很微小的經歷了些什麼 但是可以從它看到它的一些東西 去找回它這個經歷的東西 其實去找就會是一個挺有趣的過程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殺人兇手 那你要做它很…很凶狠啊 那些 其實相對地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我們想找一下 究竟為什麼這兩個人 會去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探索的過程 是一個挺有趣的一個過程 就是對於演員來說 去怎樣去揣摩這件事 是 那你本身就沒有懸念任何的 但是就有個事件 有個現實有個事件 就是有個事件 那你自己有這樣 因為我那個角色呢 叫做一個本居扣人物 因為雖然真的有發生了一件事 但是… 但是就… 就是不會這樣 那麥克風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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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這角色呢 就是覺得 Dank方雷克危 那麥克風害怕 那麥克風害怕 希望大家看得舒服 那時有一個好處的 因為本上次應該是第一次拍的 算不算是第二套 那個是阿串 但是他第一天來的時候 是很戰典經典的 那就對了 因為戰典經典去探訪張燕忠 這個角色 那他就做到了 因為他本身已經很驚 所以他就做到戰典經典 好 那有沒有觀眾有些問題 我這樣就這樣問就行了 你大聲鼓勵 我猜剛剛阿倫有說過一個 我們都很想呈現我們的角色 為什麼我們這兩個人會做這樣的事 但是我自己看裡面最大的疑團就是 麥東那個角色究竟沒有參與在裡面 參與了多少 但是這件事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答案 那在演員你們自己去揣摩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猜你們應該自己會設定了答案 譬如麥東你去做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清楚 角色清楚自己 我有沒有做過 那你多初是怎樣選 為什麼這樣選 還有你選完之後 你會不會有些後悔 或者如果我當初不是這樣設定的時候 這套戲會不會有不同的走向呢 這個是導演一個open end的一個 那我肯定不會回答你 我這樣選吧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 看多一次 再看多一次 十段尾就想畫了 但是我當然也會有一個 因為我收到劇本 我收到劇本 我已經求阿天 喂 你有個時點了 劇生 其實不是open end來的 但是我作為演員 我不能夠很拿著這件事去做 因為我就是要找回每一個場 每一個scene 究竟在說什麼 這個scene就是 姐姐跟我說要教我怎樣做 那我就在那裏去做 而反而最後 當年我心裏面有個想法 但是我在演的時候 我反而就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真是跟對手一起做 看一段戲說的 我想分享一下關於這件事 因為我是一直在法庭戲上面 看著那個過程 就是基本上 可能大家看不到我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看著的 那發生什麼事 我是看完全劇本 那裡面 心裏面都有個答案在 但是在拍的過程 那十幾天是嗎 法庭五、六天 法庭六天 我覺得好像很久 因為有不同的精人 還有他們的演藝 對於這個答案是有改變的 是用他們的演技去 令到我心裏面的答案是有不同的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經歷 很想分享給大家 這個我也說 就是本身我們很容易去看報紙 或者第一個印象會很快落了這個評判 甚至報紙本身已經落了評判 所以我在做這個電影的招手集 我和兩個印象會 有一段時間就是坐法庭 就是聽其他案件 因為我沒有聽到這宗案件 然後我又聽過很多聽過這個庭的人 說出來的東西 整個過程就是因為我又不是讀法庭 但是我就發現 其實當我們坐下在法庭做狂聽 聽很多證明的人上來的時候 我們很多評判 開頭的一些很先入爲主的東西 我們會有所改變的 甚至乎很多時候 甚至乎得到這個判決 是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都有很多變數的 我覺得我們就 我就 其實是越看越迷 就是越不知道真實的答案 就好像那個集培審團一樣 其實就是更加拘頭 是更加多的資訊 越多就更加拘頭 但是那個複雜性就是一個好玩之處 所以我們看社會審團的時候 都有用到很多這個狀態去思考 我給你一個機會 或者我覺得 就是作為觀眾 或者其實看電影的人看 就是究竟他參與多少 這個可能是比較重點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作為演員去看電影的時候 究竟他參與的部分 我問他有多少呢 他哪些是講真 哪些是講假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留給觀眾去思考一下 我想問一下阿天 阿天 由劇頭那宗新聞 再到電影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問 因為那個殺人者 他自己自認了謀殺 那就沒有得去回避 但是由看報紙的時候到現在 其實我也想不通 他為什麼要殺他父母 他那個殺人動機在哪裡呢 是不是 就是剛才看完我也是不明白的 就是是不是自小他父母對他的虐待 或者是控制 令到他有一種反人格心也好 或者是他沒有了同利心也好 而引致到有這個事件的發生呢 就是我是看不明白的 就是為什麼他有這個殺人動機 到現在都是找不到這個答案 其二就是 你在電影裡面加了很多那些 符合學的手法 加了一些象徵性的東西下去的 包括 舊質前流的香港有些問題的 那些是你想有什麼表現 想跟觀眾說的呢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就是 當然我們都不會知道答案 但是我覺得這個戲 就是一個拋出 都真是一個拋出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例如 我在這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都不只是謀殺害病那麼簡單 因為如果只是謀殺害病 這個戲就很快就能解決到 但是他不是的 因為他的壓迫 其實他所謂的受到父母的壓迫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呢 還是他自己這個人 將這個戲放到那麼大呢 是另外一件事 還有我們就會想 例如希特拉這件事 為什麼要用希特拉 因為我也會覺得 因為我也有看希特拉的那些書 或者關於這個 其實他們有一種相似的地方 為什麼他會這麼崇拜希特拉 或者他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其實突然也有點像 為什麼他走到這一步 其實我覺得都有點像 當然他可能都是有受到壓迫的 但是他走了一段 為什麼他路然後走到這個位呢 其實是每個人都不同意 他是不是Psychocard 也是他問他是不是沒有同理心呢 我覺得都是這個戲的一個項目 究竟他兩個角色 誰是有同理心誰是沒有呢 我覺得我這個戲裡 其實都有一個答案 就是我自己的答案 在戲裡有一個答案 你可以用你的句子再看一次 但是我們真的有 有些高靈神探 年燈神探 現在看完之後都找到一些答案 剛才有位觀眾是沒有人 不如我講一點點 不如我講一點點 我自己怎麼看這個張晏忠的一個答案 就是其實 首先第一件事 他是一個 當然他是 他又去導致這個行為 他殺了自己的救命這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我接觸這個角色的時候 就是他接觸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都會想 一件事是 我可以有多多 就是多理解到這個人物呢 其實都以為他有一種難度 因為如果 我們很容易去 去明白到這個人的話 其實我們都 這個角色都是 有一些人格 所以中間 我們就是剛剛說 怎樣探索中間的過程 你會看到一些事件 或者現在放上來 我們理據上面 知道他曾經 他不滿自己 家人怎樣對待他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你 旁邊的人 就是 其實沒有東西 又有樓給你 又 給你學這個 學那個 但是如果 他一個 他智商高的人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 我 比你們聰明的人 但是 為什麼 我做不到自己要做的事 可能這種心理上面 其實未必是 每個人都會明白到 那種落差 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點來的 就是一個 我聰明過你們 但是 我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你們有沒有人去明白到我 那可能在他的世界裡面 就是 沒有人 沒有人明白 或者上次 他覺得 他覺得沒有人明白 這個是一個 他的 其中一個點來的 而且 還要是 他自己自以為 很聰明 但是其實 又 一直都是挫敗 被人玩 被人看不起 被人打 之類的 去到他 其實就有一個 總之去到他 要把所有東西 歸咎 到一個問題上 因為如果不是他 他可能 他自己會瘋善的 他自己覺得自己瘋善 當然他這個行為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瘋善的 他自己自我的一個 他要做這個儀式 我自己的生命 要做一個儀式 這個是 我們真實 原來人物 他怎麼想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在現在 我們改天的這個戲 上面 這個就是 我去找這個角色的出發點 剛才這位觀眾說 那個 九七前後 其實都不是那麼 其實小少 因為有角色 就說他 我在這個戲寫的時候 都會想很多 因為我 這個真實的案件 是一三年發生 但是我們寫 我從一六年 一七年開始 寫到拍攝的時候 是二零年 到現在剪接 已經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社會變化很多 就是那件事 就算有觀眾問我 你怎麼看司法制度 我都已經 都很複雜的這件事 在我剪的時候 已經不斷這樣寫 現在今天又不同了 好像有些事情不同了 這個判案又沒有陪審團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 不斷變的 那個事情 但是我們都要說回原點 因為這個是一三年 一五年的一個 法庭 和今天可能已經很不同了 已經是 那就是 你說97年 那麼97年和現在 就更加有不同了 就是我覺得 這些這樣的時間點 甚至乎 我們隔多一年之後 再看這個戲 可能那想法又有不同 都是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我們講一些位 就是我們現在記錄了 一三年的事件 但是我們又有一個這樣的事點 還有我們又講一些 其實我們是97年 一些項目 這樣 我覺得這些時間點 都可以給觀眾再想一想 就是這些 這些年份 還有 都記錄了一個 真 就是真的講了一個香港故事 現在講了一個香港故事 現在是 那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符號 但是我覺得這些點 可能對香港人來講 香港觀眾來講 是一個都幾重要的一些東西 還有那個角色 他又講九七年 都很正實 就是他那個年紀 他講回一件事情 就有少少這些 這樣的項目 我覺得都可以 的 那麼97年那個變化很大 就是 我猜觀眾都明白 是 好 我想問這個問題 好 不簡單 我想問 南美東這個律師 這個角色 是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的這個人 就是 他是 是 他是 財政中的辯護律師 是 但是他第一次做convert 其實好像 是 其實首先 第一個點就是 因為我們覺得 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原人的 其實這個 有的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的 但是 有一個point就是 因為 首先我們 我們cast了 林海鋒這個演員 就是有少許改變的 有少許改變了 我們本身寫的那件事 我們 只是想了很久 這個角色 為何會有一個人 會願意去 幫他做變化律師 因為其實 就是 其實 鄉華人事 社會很少人做這件事 鬼佬是多些的 本身這個case 都是鬼佬做的 但是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在想的時候 就會想 其實有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要有一個人治到他 其中一個point 另外 那個人 走出來的觀眾 不會討 因為你幫一個 這樣的人 大家其實很討厭張獻忠這個角色 普通的觀眾都會覺得 你還沒看的時候 你只是看回真實個案 你已經覺得這個人 這樣 那 你寫的人物 是反過來 你治到他 他起碼的觀眾 會吸引看 這個是其中一個point 就是一個設計上 還有 那樣東西 如果他跟他對立 他有很多話說 就是他本身的角色 第一 林海鋒出場 他不怕都沒有 他講一句 就他去疾他 在戲劇上 就會有一個沖沖的特點 還有他有個性格 就是他的特質就是 就是刀削皮一點 這樣跟其他三個角色 有一點 另外兩個律師 另外三個律師 有一點不同 那就是 就是本身的設計 就有這個樣子 都喜歡講耶穌 講一些道理 那樣 那我覺得 善用回我們找到的演員 就是卡蘇林海鋒 就善用回他這個特質 我覺得都是 就是 我們本身 我們的願意是這樣 我這樣解釋給你聽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都會 有另外一個作用的 就是我自己都覺得 他這個律師的做法 他有去治到張犬中的一個人物 但是同時間你會見到 其實他是最明白 最嚴重的一個人 就是好像這個 在這個世界裡面 沒有人 他自己自我封閉也好 怎樣都好 好像沒有人明白他 這個人物是怎樣都好 但是在庭上面的說話 又會覺得 這個律師好像卡蘇 幾明白 他的世界是怎樣的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有趣的點來的 就是 其他一個可以 就是想一下 思考一下 在這個戲裡面 這個所謂的 人人得意 朱姿的 角色 就是 其實 他有人幫他白口 說了 他的世界是怎樣的 那其實 這也是幾個 挺有趣的點來的 首先我都想 今天這部戲 真是非常好看 各位的付出 是相當精彩的 謝謝 謝謝 那 Viktor 謝謝 謝謝 哈哈 多謝 台灣都看到 我都想問一下 剛才 有看到 原型角色做的 指導手包幫助 構思這個角色 對 還有都想問 導演和 其實和兼劇之間 怎麼去構思這個劇本 等一下 指導手包的過程 因為我見到很多細節處理都很好 甚至乎有很多很難找的細節都做出來 還有其實這麼久的資料搜集有很多資料擺手 你應該去篩選哪些放在那裡 好 你們帶到哪兒去 麥董 我先拿去 首先就是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有些人寫了一些文章 我們是由個案出發的 但是因為到我們去到一些很堅抽的時候 就是那些叫做律師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人讀 這是很複雜的事情 我們就找了一些律師、檢控官、師爺 同志乎關於這個戲有些警察 警察的程序 還有一些柳記 就是叫做懲教人員 我們都有文讀 還有這些細節 法官我們都有文讀 這些細節我們每一個都真的看得很清楚 還有有一些人是經常旁聽的人 是會告訴我們很多細節的 就是我們會說 你千萬不要在戲裡加個腿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對仔的 千萬不要 那我很好記得的 還有我們坐了兩個月 我和兩位年輕的冰塵 坐在那個艇那裡都坐了兩個月 就是不同的Case 甚至乎有些Case是看完整個過程 就是由Day1開始選陪審團看到尾 坐了很久 很開心 我們那次有得看 我們就抄了這些 即是側抄我沒有路由文 是因為辦法的 我們就抄了這些細節 所有這些東西 希望可以掛到 這樣 那陪審團呢 有一個項目 就是陪審團 我們是不可以知道真實案件是怎樣的 因為不可以知道的 是因為犯法的 我們找不到那幫人 那幫人都不會說 所以我們就找了很多做陪審團的人 做過陪審團的人去做resource 那家房是怎樣的 我們家房是甚麼樣子都不知道 還有你會遇過些甚麼有趣的事 有一個人就說 我遇過一個女生 摩沙灣來計算 真的一個女生坐了兩個星期 都不太知道 甚至不知道發生過甚麼事 喂 大哥摩沙灣 誰都不知道 那我就把這個人物寫進去 其中一個陪審團 就是他們遇到的事情 甚至他們會說 真是想不到的時候 可能真的 不要說亂投的 就是會有一點點 摘蠔啊 猜拳啊 這樣去解決問題 因為真是落不到judgment 那我覺得這樣東西 就是這些不同的人 給了很多的資訊 我們都很幫到手 就是不是只是真受的case的東西 而是這一個 那拿選取呢 的確是很難選取的 因為太多東西了 所以現在呢 有138分鐘 可能對很多觀眾來說 對香港的觀眾都比較長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盡了我們的能力 去將我們想說的東西 放在這裏 這樣 那 那 我們到來的 那 不好意思 夠鐘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因為我們還有另一場 都要過去 跟觀眾見面的 在我們離開之前 可不可以跟各位拍張大俠子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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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